夜空中的飞弹爆炸火光 民众发出真正惊呼声 为了报复伊斯兰接近组织哈马斯火箭攻击 以色列空袭加萨以牙还牙 空中不断传出小孩尖叫声 飞弹爆炸声 以及震耳欲容的空袭警报声 耶路撒冷广场上 原本欢庆国庭的以色列人 一听到空袭声 所有人慌乱中四处逃窜 远警不断吹瘦子 要大家赶快躲进室内 正在上芭蕾舞的小孩 也吓到躲入防空地窖避难 小孩坐在救护车里大哭 身上还沾有血迹 急诊室外失去家人的妇女崩溃叫骂 救护车不断送来伤手和遗体 加勺当局表示这场报复空袭 至少20人丧命 包括9名孩童 尤里撒冷艾格斯 亲人事外 以巴在暴冲突 美国急忙出面 要双方冷静 美国呼吁各方降温的同时 核木子海峡上 美国海军和伊朗海军又再度杠上 13艘伊朗海军快速攻击艇 在海上逼近 美国海岸防卫队一艘气死艇 气死艇船舰舰连开30发子弹警告 才逼退对方 这已经是一个月内美国舰艇第二次对伊朗船舰发射实弹警告 TVBS新闻综合报道